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静在你的身上 让你来向我们说话 主啊 因为你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们要得着你的话语 胜于头脑的自私 主啊 你来感动我们 用你的话摸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耀 圣洁 尊贵 全能的主 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你来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 引导我们进入 经历一切的真理 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一同翻到《撒末尔记》上第二章第二节 《撒末尔记》上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继续一同来认识神的可传属性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道德性的俗性 Moral attributes 那第一个就是神的圣洁 The holiness of God 所以要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二节 好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 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 像我们的神 我们在《承圣论论》里面 讲过承圣这个字 Kardash 一个最基本的原文的意思 含迹的是什么 Separate 或Cut out 那这个Kardash Separateness 这个观念 用在神的身上 是要表达什么 神完全的什么 与众不同 被分出来 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哈纳的祷告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 没有可比的 他是 被分出来 那位与众不同 至高 至荣 至圣的 这位神 所以神是圣洁的神 第一个观念 不是先知道他的道德性 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 圣洁的神 你第一个反应 感觉是什么 哇 神是圣洁的 千万不得的 不可以犯罪 这个是对的 但是在这个道德性的圣洁的神 的观念之前 其实更重要的观念 是要看到 这个圣洁的神 要表达的 是要表达什么 他的自圣 自荣 自高 他的崇高 他的 Majesty 他的Transcendency 在这样的认识里面 让我们产生什么 一种什么 一种的真实的 福福 跟敬拜 神是那么的伟大 How great 都 他是那么伟大 奇妙 荣耀 至尊 至贵 至荣 的一位神 这是 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但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 通常我们很注意 圣洁的神 是什么 指的他的道德 那么圣洁 道德 完美的这位神 这个也对的 但是要产生 那个真实的敬拜 我们不能复略 这个圣洁的神 第一个重要的观念 来是要表达 他是被分别出来的 这位自圣自荣的神 所以要我们一种 翻到出埃及记十五章 当摩西在那边 送赞神 他的第一个观念 也是看到神的 自荣自圣 出埃及记十五章 好 我们一人看 十五章的十一节 找到我们大声来读 好 耶和华 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 自圣自荣 可颂可畏 施行其事 所以你读到摩西的 在经理 对神的那种 尊崇的 敬拜的 那个自圣的含义了没有 读到没有 看到了吗 他在送赞神 在众偶像 假神 诸神当中 他是什么 能为什么 超越众神至上的 至圣自荣 可颂可畏的 这样的一位神 他的Majesty 他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敬拜他的时候 让我们第一个的看见 跟观念是什么 哇 神是那么的荣耀 God is Majesty So great thou are 是这种的观念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对神的 这种的认识 不真正认识 他是这位 自圣自荣的神 我们只是想到 他是一个圣洁 道德完美的神 好像没有把神的那种的 荣耀 全能 至高 自荣 放在我们的 心里面 所以很难产生真实的敬拜 所以当我们只有对神的 这种圣洁 至高 自荣的认识 我们才产生一种 所谓的敬畏 Awesomeness 看到吗 这是我们今天 中国教育所最需要的 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哇 那么的荣耀的一位神 And you feel awesomeness 你心里面产生 这种的敬畏 这种的兴奋 因为神是那么 至圣之勇的一位神 解释圣洁的神 所以要表达的 第一个重要的观点 所以同样的 我们发到以赛亚书 没有一些 撒拉佛对神的 那种的经历 看见跟敬拜 以赛亚书 第六章第二节 好 我们一同来 其上有撒拉佛 大声一点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二节 其上有撒拉佛 事例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第三节 彼此呼喊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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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金之耶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这是天上的一个敬拜 那么第一节描写 以赛亚 建筑什么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然后他看到撒拉佛 在神的宝座前 飞翔跟敬拜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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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撒拉佛在这里 呼喊歌颂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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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圣哉 是表达什么 现在抓到那个感觉了吗 抓到了吗 不是指到神的圣节而已 那个道德的圣节 无罪而已 其实这个圣哉 圣哉 圣哉 是要表达什么 他的荣耀 他的自荣 自圣 他的尊崇 他的崇高 他的荣美 他的荣耀 所以在这里描写 神在什么 高高的宝座上 看到吗 当我们想到神的圣节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什么 高高的宝座 他是那么至高的 全能的 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神 沙拉佛 在敬拜他 而且描写 两个翅膀 遮脸 表示什么 为什么两个翅膀 遮脸 神太荣耀 神太荣耀了 还有呢 为什么他要接自己的脸 人的脸代表什么 人的荣耀 没有人的荣耀 没有沙拉佛 天使的荣耀 只有什么 只有神的荣耀 完全的隐藏 完全的隐藏自己 一个真实的敬拜 所以在原文 Worship这个字 是描写一个什么 一个动物 跪在地上 五体投地 没有自己的光荣 整个头好像 不在地上的 这是真实的敬拜 你要进入真实的敬拜 你要完全的忘我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的荣耀 没有自己的光环 特别当我们又带敬拜 在美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Spotlight 是打在你身上 这个不是真实的敬拜 真实的敬拜 是向沙拉佛 完全把自己的脸 接起来 真的是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的荣耀 只有神的荣耀 所以沙拉佛 能够在神的宝座前 能够敬拜 圣哉圣哉圣哉 然后沙拉佛 两个翅膀什么 这脚 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自己的脚踪 没有自己的定义 完全的顺服 在神的面前 你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不单 不追求自己的荣耀 单单是追求神的荣耀 更要完全的顺服 在神的面前 没有自己的脚步 没有自己的定义 唯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 才能够什么 飞翔 敬拜 在神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读 以赛亚说第六章 我们就明白 沙拉佛在那边 敬拜 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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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现在看到了 是指导神的崇高 他的至高 至勇 至圣 他的 Majesty 他的 伟大 他的 Transcendency 那么的 超越一切的 这位荣耀全能的神 所以唯有 认识神的圣洁 这个意义 才能够什么 产生 真实的敬拜 否则只是在感恩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敬拜 都是在感恩 感恩是一件事 敬拜是另外一件事 你假如没有看到 神的这种的 荣耀群能 至高 尊崇 你很难 产生真实的敬拜 所以其实到 敬拜到最高峰的时候 真的是 应该进到 敬拜这个字 原文的字 到最后都应该是什么 伏伏的 因为没有人的荣耀 太荣耀了 他配受我们的敬拜 整个人伏伏 趴在神的面前 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 觉得天主教 很多的教导 传统很不好 但是假如你参加 天主教的望弥撒 因为我是在香港 七年读天主教的中学 常常他们就 把我们所有的学生 带到这个天主教堂 去望弥撒 他们是怎么望弥撒的 在弥撒的当中 有一段时间 他们会怎么 跪下来的 所以他们的 他们的座椅 前面是可以 翻过来的 让你跪在上面 但是接着了敬拜 大家都是坐在那边 然后牧师是伐善 在那边讲道 在那边欣赏牧师 他做得舒舒服服 不是的 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天主教其实抓到这个重点 有一段时间 他们跪下来的 甚至他们 丁子妹领受 那个圣体的时候 跪在那个神父面前领受的 是那么的敬畏的 而且没有好好省察 预备自己 他们不敢领受圣体 所以常常他们之前 要找神父告解 不像我们基督教 领圣餐 随随意义的 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 对天主教很多的传统做法 不对 有些教导也不对 但是这个敬拜的那个道统 在天主教里面 他们还是抓得很紧的 反而我们基督教是 好像自由派一样 聚会又不贵又不败 在海边好像只是跳舞 开party 这个也是可以喜乐 表达我们的喜乐 但是今天图只有喜乐的一面 没有那种的awesomeness 那种humility 那种面对神的荣耀 至高至胜 你没有办法 你唯一的反应就是扑打 敬拜 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有个基督教的算教士 去到中东 在那边做算教士 跟回教徒传福音 传了好几年 没有人信 那有一天他就问他 这个回教徒的好朋友说 为什么我在你们当中传了好几年 你也不信 阿旦也不信 什么原因 坦白告诉我 你看那个回教徒怎么说 假如你说传的耶稣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见你跪拜他 真的 我们基督不跪拜我们的神 你说回教徒是什么 一天三拜 阿拉 时间一到 扑头就拜 那你说谁是真神 他看不到你跪拜 敬拜你的神 那你说你的神是真的 我们是一天三拜 一年还要到麦加大拜 一年还要进食祷告一次 Ramada 这个基督也不进食 也不跪拜 他传的耶稣会是真神吗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教 真的失去了这个敬拜的恩典 不是说敬拜赞美 在那边挑啊 很喜乐而已 这个只是一个表达我们的感恩跟喜乐 不够的 其实一个完美的敬拜 真的你经历到神的那个临在的荣耀 神的那个崇高 那种伟大 我们不能不跪拜在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这次在香港聚会 那么我安排了两堂的聚会 请一个敬拜会的传道 叫Vivian 他们的教会叫敬拜 叫敬拜会 就是这个教会他们十几年前建立的时候 神都给他们一个意向 要恢复基督徒的敬拜 那么的确我去过他们这个教会 讲过几十道 他们那个敬拜赞美的恩告是很荣耀的 那这位领敬拜的姐妹呢 她真的是唱到最高峰的时候 她是不柔自主的 很自然 她都跪下来敬拜 一个真实的敬拜 不能没有跪拜 那接着她在我们的营里面领唱也是 哇 领到那个最高峰的时候 她都跪下来 我到他们教会讲到的时候 她领敬拜赞美也是 哇 领到最高峰的时候 他们整个team 整个团队跪拜在神的面前 流泪在神的面前 感就是在那边 真的是不住地在那边仰望神 在那边敬拜神 你就看到什么叫敬拜 不是单单到这些佛庙门口 才看到敬拜 我们可以在佛庙里面看到敬拜 他们佛教徒对神的敬拜 在回教室里面 看到回教徒对神的敬拜 但是很可惜在教堂里面 基督教的教堂里面 你看不到敬拜 我们的敬拜都是在那边动啊 拍手啊 跳啊 他们看不到敬拜 然后我们说基督徒接种叫敬拜 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 敬拜就是跪拜 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当我们真的了解 什么是神的圣洁 我想会对我们众教会的敬拜 有一个突破 不是单单 对着看到神的那个圣洁 祂的道德的美丽 我们来欣赏我们的神 No 来是至圣至勇 可颂可慰 来到这样 因为那么荣耀全人的神的面前 我们不能不跪拜在祂的面前 好 解释第一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什么的分享 所以你发现在我们近代 基督教的教导当中 对神的认识当中 我们真的缺了这一块 缺了这一块 对神自身自勇的认识 要对神的敬拜 跪拜 我们少了这一块 所以我们说来参加主路崇拜 大部分基督徒都没有这一种敬畏的心 穿个牛仔裤 穿个凉鞋 然后时间都过了 摇摇放放的就来 根本不懂什么叫敬拜 假如你知道你是来到那么伟大 全能 自胜自勇的这位神的面前 你会这样随随意义吗 你今天跟总统约见 你会这样随随意义吗 我们对神的圣洁 荣耀的这个观念不了解 我们只觉得神是那个 慈爱的老公公 反正就是恩典 就是慈爱 所以什么都觉得没所谓 我们只认识神的一面 不认识祂的圣洁 自勇 这一面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第二 Kadash 这个字 用在神的道德性的描写 是直到神 完全从罪恶跟罪恶分开 完全跟罪恶分开的 这位神 所以要我们看岳伯记三十四章 岳伯记三十四章 三十四 三十四章第十节 好 找到吗 我们用来 三十四章第十节 所以你们明里的人 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自行恶 全人者断不自作孽 我们的神 跟罪恶 罪恶是完全 separate 不能够有任何的 这种的关系的 他是圣洁的神 离罪无罪的 那就是 这个 对神的道德性描写的 一个比较 消极一方面的描写 神跟罪 是完全是分开 对立的 那么从正面的角度 我们都想到 kadash这个字 我们在成圣神学也讲过了 另外一个含义是 to shine 神 他在道德方面 是完美的 他拥有一切的美德 他的美德 如同光一样 照耀 在众生的面前 所以解释 是指到 神的道德 美德 的一个完全 那我们一同来翻到 出埃及记第三章 摩西 他遇见神 我们来看看旧约 这个对神的圣洁的 这种的反应 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们读第四节 到第五节 好 一同来 耶和华神 见他过去 要看 就从荆棘里 夫教说 摩西 摩西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不要进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 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 是圣地 好 为什么 神要叫摩西 脱下他脚上的鞋 因为 那地是圣地 因为 那个地 满有 神的同在 结果圣血 道德 道德 完美 不能够 有任何 罪的 这种的 不解的 关联 所以 这个脚上的血 代表 不解 要把它 脱了 这个脚上的血 能够 才能够 来到神的面前 那这种传统 你发现 今天在 回教徒当中 还是一样 他们要到 回教室 他们一定要脱血的 是表达 就是 神的 道德的 圣洁 那我 几个月前 去了 在山亚 参加一个教会 他请我讲道 那这个传道人 是一个韩国人 在中国的东北长大 他讲韩文 但也讲流利的普通话 那很奇妙 神的呼召他 就是 平行心建立教会 当初是建立 韩国人 讲韩国话的教会 后来 神都感动他 要发展 讲普通话的 这个教会 现在有好几百人 四五百人 他们的句话 很有意思 这个 后面是座椅 但是讲台有一块 完全铺 非常漂亮的地板 然后你要进到 这个讲台 结一块 所有都要先脱血 所以我去讲道 我先把鞋脱了 然后就换个干净的脱鞋 然后就站上去 哇 感谢神 这个韩国牧师呢 有这种对神圣洁的认识 你把鞋脱了 站在圣坛 要做神的出口 那 一般的基督教的教会 没有这种观念 但其实这个动作 是有意义的 在提醒我们 神是圣洁的 它是 轻慢不得的 所以 所以 这是神的 这个 moral excellency 跟perfection 的一个的描写 那同样的新约 也是这种的道德性 圣洁的一个描写 对神 我们放到彼得前书 第一章 彼得前书 第一章 第一章 十五节 好 我们一同来 那朝你们的 祭祀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十六节 因为经上 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看到了吗 洁里的 对神的圣洁的描写 是指导什么 不是指导 那个崇高性 是指导什么 神的道德性 the moral holiness of God 洁里要表达的 是to shine 这种观念 是moral holiness 不是指导那个 不是指导那个 transcendental holiness 或者那个 majesty holiness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圣洁 神的圣洁 这个观念的时候 你一定要分别 解两个 上下文 是指导哪种圣洁 所以你就知道 以赛亚说第六章 讲到Holy Holy Holy 是指导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第二种 那当我们读出埃及记 第十五 十五章 十一节 摩西对神的这个颂战 至圣 至勇 也是什么 第二种 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 讲到那个圣地 是指导什么 神的那个圣洁 是什么 是第一种 比特前说第一章 这也说描写的 神是圣洁的 也是第一种 所以这两个重要的观念 一定要常常抓紧 抓住 那没有这个 majesty holiness 的认识 也很难进入一种 完全符合的 真实的敬拜 那么 没有第二种 这种 神的那个 moral holiness 的认识 你没有办法 人非圣洁 什么 没有办法见神 也不会经历到 神真实的临在 除非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 完全的悔改 认罪 离罪 也借着耶稣的宝血 坦然无惧的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 这两方面的认识 才能带来什么 真实的敬拜 却一个都不行 所以圣洁 神的圣洁 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 是直接影响了什么 我们跟神的敬拜 跟关系 没有这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很难进入 正式的敬拜 只是有肉体的敬拜 在那边动啊 喊啊 叫啊 没有用的 这些 不止正式的敬拜 好 所以有没有问题 关系 两个重要的观念 The moral holiness of God And the majestic holiness of God 现在很多的中国教会 都越来越少唱那个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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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节奏四个 在主日唱 是非常荣耀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 算到会 我们的牧师 是每个主日 一定唱节奏 第一首 开始敬拜 哇 把你真的提升到神的面前 能够感觉到神那个荣耀 那种全能 然后在神面前的一个 福福 那个才能够进入正式的敬拜 一开始在那边拍手啊 动来动去啊 这个是人的一种的 感恩跟喜乐 也是很好 但是不够的 所以我常常就提醒 我在幕会的时候 负责领唱 或者领诗的这种词面 我说你们 预备四五首诗歌 领这个崇拜之前的尝诗 我说第一首 一定是要敬拜心 不要陪灵的 也不要感恩的 一定要把人带到神面前 看到神的荣耀 全能 来敬拜他 第一首诗歌 一定是敬拜的 不是陪灵性的 也不是感恩的 陪灵跟感恩放在后面 或者对会中的一种呼召 要爱神 要传福音 要侍奉 几种的诗歌 都要放到最后 第一首诗歌是 完全没有任何别的 只是单单来敬拜他 好 有没有什么的分享 关于神的圣洁 所以你发现 哇 神的圣洁 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 It's so important 所以唯有当我们认识神的 Moral holiness 他在道德上的 至高 美德的完全 我们 我们才会带着一个更紧紧的心 要进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来依靠 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每一次的真实的敬拜 其实 一定要 仰望耶稣的宝血 好 让我们可以坦然 无惧的 来到神的私人坐前 所以要我们一种放到希伯来书 第十章 第十九节 Hebrew chapter ten 希伯来书 第十章 十九节 好 我们一种来读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特别注意 至圣所 要进入神的至圣 来敬拜这位至圣的神 要进入什么 耶稣基督的宝血 这一方面我们带着一个悔改认罪 远离罪恶的心 但是我们还是要仰望耶稣的宝血 来洁净我们 除去一切罪的拦阻 好 让我们的敬拜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关于神的圣洁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的分享 所以当你一想到神的圣洁的时候 你第一个重要要想到 感觉到的观念 应该是什么 现在抓到了吗 神的荣耀跟主权 当你讲Holy God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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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让我们心里面充满着神的荣光 荣耀 是这种的感觉 他的崇高 至圣至雄 是这种观念 所以其实 假如你能够抓到这个真理的话 当你面对黑暗的权势 面对任何所谓的树林征战 但你一栓告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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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已经得胜了一半 因为你就经历到神同在的荣光跟荣耀 神的荣耀的充满 神的电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没有任何的黑暗 是你就行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 已经是可以说 让你可以超越一切黑暗的权势 一切的邪情私欲 当你这样来 敬拜这位至圣至勇的神 你的心里面充满神的荣耀 充满神的尊贵 是这种的感觉 被看见 你的灵眼会被打开 真的感觉看见 因信有说不出来的什么 荣光大喜乐 这是彼得懂得敬拜 因为他曾经与耶稣在变现上 看到主的那个荣耀 那个荣光 那个永美 那同样的 当我们在学习 内在生活的操练 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 因信有说不出的荣光大喜乐 敞着脸 对于看见什么 神的荣光 神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holiness of God cannot be separated 所以你这个可以翻到 majestic holiness 也可以翻到 glorious holiness 是个荣耀的 的一种圣洁 好 有没有什么的其他的分享 Amen 所以 方姐妹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补充 他的自高荣耀 其实是建立在 他的圣洁 从存传 他的 Moral excellency 的这个基础上面 因着他的 存 存全 道德的完美 所以 显出他的荣耀 所以 用这个黄金的比喻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为什么黄金那么的 荣美 因为他 Purity 他的精准 所以 从同样的一个观点 今天为什么基督徒 很多时候都灰头土脸 因为他 没有完全的在神面前 圣洁精准 总是 很多残累的罪 各样的 邪情 私欲 忧虑 重担 所以 没有办法 活住神的 永美 所以 这两个观念 对 是关联的 很好的补充 好 那么 另外 两个重要的 俗性 神的公义 跟神的慈爱 那么 基本上 神的公义 跟神的慈爱 跟神的圣洁 你不要把它分开 好像是三个不同的俗性 基本上是在神的圣洁 里面的一个 与人的一个关系 对外的一个彰显 因着神的圣洁 神里面的圣洁 他跟人的交往 表达出来 就是公义 就是公义跟圣洁 那么 神的公义 在西伯来文是 Tradik 当我们想到 神的公义的时候 我不晓得 你的感觉 是什么 什么叫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神的公义 是指导什么 我们怎么定义 神的公义 那或许我们先来看 几处的经文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定义 我们先看这个 岳伯记 三十七章 岳伯记 三十七章 我们来看 三十七章的二十三节 我们请 多多不帮我们 记录这些讲义 是原来没有的 三十七章 二十三节 好 我们一同来读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注意这里描写神是 公平和 有公平和大义 神的公义 跟公平 这两个观念 是不能分的 神的equity 神的公平跟公义 好 我们再翻到 真言 真言 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十二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 二十四章 十二节 好 你若说 这是我未曾知道 那衡量人心的 岂不明白吗 保守你命的 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 个人所行的 报应 个人吗 这里看到一个什么观念 报应 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神的公义 会表达在 善有什么 善报 恶有恶报 神对这个 善罚善恶 这个要写出来 国语不够用 也可以说是 善善罚恶 但是我过于 故意把它分开一下 因为 大家一定听不懂 叫什么善善 所以神是 报应的一位神 对恶的 他会 罚他 对善的 他会赏识他 然后再开出经文 在诗篇 九十七 诗篇九十七 这次 还是很可惜 去到香港 结果还是没机会 用上我的广东话 去年的 韩 有机会 去一个教会 答应他们讲道 可以讲一下广东话 这次呢 还是 整个时间 要迎去 都是用国语 普通话 诗篇九十七篇 第二节 好 我们一同来 第二节 一同来 密云和幽暗 在他的思维 公义和公平 是他宝座的根基 看到公义跟公平 也是不能分的 看到吗 所以综合几次经文 什么叫神的公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来是 直到 神 对人 公平 公义 我们可以写一下 这个定义 神对人 公平 公义 一视同仁 No partiality 一视同仁 不寻情面 不分上下 有恶必法 有善必杀 Lamio 听到猛杀杀了 我用广东话说 你就好一点 神对人人 公义公平 一视同仁 不寻情面 不分上下 有恶必伐 有善必想 圣证来了 你们听得懂 Hallelujah Lamio you got it OK 所以 这个是表达神的公义 那你发现在新约 雅各书 也有类似的描写 跟指责 信徒 没有神的公义 我们翻到雅各书 第二章 我们从第一节 到第四节 James 雅各书 James 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好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 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 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 请坐在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哪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看到吗 荣耀的耶稣 不会这样 按照外貌待人的 因为他是什么 公义的神 唯有人的不公义 不公平 才会 按照外貌 按照 这个 人的上下 来 有不同的对待 那这就是所谓的 不公义 不公平 那么神的公义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下面几方面 看到神公义的彰显 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人公义的什么 典章 还有什么 公义的审判 公义的护理 公义的赏识 因为有赏就有罚 有审判就有赏识 还有最后一个公义的救赎 我们就分解五方面 来思想 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公义 那讲到神的典章的时候 来要大家复习一下 究竟什么叫诫命 什么叫律例 我们常读圣经读到了 最后是典章 什么叫诫命 很简单了 以前讲过了 就是十条诫命 千万不要以为 十条诫命只是 针对旧约的以色列人用的 或许以为只有十条诫命 是针对基督徒所用的 其实十条诫命是针对什么 全世界每一个被造的人 都要服在神的这个道德律 十条诫命基本上是一个 普世的道德律 是因着神的圣洁 而彰显出来的 所以不是神故意来找我们麻烦 神是这位圣洁的神 在祂的圣洁道的完美当中 祂彰显祂的圣洁 给我们十条诫命 所以诫命也是什么 保罗说是圣洁的 是从神而来的 是祂圣洁俗性的一个彰显 祂要祂所有的被造之物 人类都要服在 这十条诫命的道德律 所以有些人 我记得在培训 就辅导一些 弟兄姐妹 他们就说 这个 没有信主之前 这个 结婚 他们没有信主之前 结婚也不懂 然后都离婚了 又再结婚了 他觉得 这个是我信主之前 不在这个十条诫命的掌握之下 所以不算我有罪 他们是这样看 有一个弟兄 我说不对 这个十条诫命的道德律 不可犯奸淫 这些道德律 不是信了主之后 作为基督徒 才要去遵守 普世每个人 你没有信主 都要服在这个道德律里面 十条诫命里面 你不能说 这是我没有信主之前所做的 所以不算我有罪 No 不是的 不能够将来二分 所以现在常常我们是二分的 旧约 新约把它二分 十条诫命是属于旧约的 所以新约的基督徒 不需要遵守 这是其中一种二分法 另外一种二分法 就是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 信主之前可以为首欲为 因为我还没信主 不知不罪 十条诫命是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才需要去遵守 这也是错的二分法 无论是旧约 新约 信主之前 信主之后 都服在什么 神的道德律 十条诫命里面 所以解释第一部分 十条诫命里面 律律是指导什么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我们看立位记 第十章 我们同学当中 最用功本来上是Lemio 大家上礼拜都没来上课 他跑来上课 因为他不知道时间表 他是commuter 他住在旧金山 所以大家给他照应一下 什么时候上课没上课 要跟他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立位记 第十章 十一节 我们一同来 又使你们可以 将耶华见摩西小玉 以色列的一切律律 教训他们 这个律律是指导什么呢 你读下文都知道了 官府这个祭物 敬拜 这个礼仪的律法 食物的律法等等 其实属于这个律律 所以律律简单的定义 就是官府这个 礼仪的律法 英文叫做Ritual Law 要守这些愉悦节 祝鹏节 这些怎么献祭的律法 食物的律法 这些的律法 所以当我们读西伯来书 我们就要很小心了 在西伯来书常常提到说 这些都是 这些律法都是 葬来美食的影儿 真体是基督 所以这些律法都过去 所以当你听到 看到西伯来书讲 律法 都过去了 千万不要搞错 这个律法是指导哪种律法 是讲到律律 不是讲到十条诫命 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们就断章取义 觉得对律法 我已经是死了 保罗说 我不知道律法 律法已经过去了 所以根本不守律法 不守十条诫命 只要讲爱就够了 因为耶稣已经把 一起的律法 总结在一个字 就是爱 只要有爱就够了 这是错的 难怪 有一段时间 在中国教会里面 他们讲什么 因爱 诚意 太阁高举爱 新派的教会 也是高举爱 甚至说 太初有爱 爱与神同在 把爱代替了耶稣 是很可怕的 爱是对 但是爱不是那个本体 不是那个真体 所以 不是律法过去 来是律力过去 the ritual law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一同翻到西伯来书 我们来看 我们一同来看 这个第九章 第十节 找到我们一同来 这些事 连拿饮食和猪瓣洗着的规矩 都不过是熟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正性的时候为止 看到吗 这些的食物的律法 礼仪的律法 然后我们再到第十章 第一节 一同来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隐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线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所以 节理所讲的律法是什么 献祭的律法 不能借着献祭 要你完全 那个只是美式的隐儿 本物 真体是谁 是耶稣基督 神的羔羊 所以耶稣基督 神的羔羊 已经献上了 已经为我们的最定十字架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用那个隐儿 来预表 耶稣 那么 假如 一切的礼仪律法 献祭律法 都过去了 食物律法 就像基督来说第九章讲到的 这些四年 那什么 饮食 的规矩 也过去了 到振兴的时候 为止 所以停止了没有 停止了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 《十六行传》十五章 这个雅各长老 被圣灵感动 说 带学的 这些 食物 不可以吃 这些事是食物的律法 那跟希伯来说第九章所讲的 跟保罗所讲的 有没有冲突 所以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 很麻烦的 分开两派 才被当你们到中国里面做培训 要非常小心 因为在中国教会里面 大部分都是不赐学派 但是也有一些 比较 站在保罗 书信的立场 不是站在雅各的教导的立场 他是自由派 所谓自由派 不是指到新派神学 是指到 可吃可不吃 因为 按照希伯来书的教导 是什么 食物的律法已经过去了 今天我们 特别我们中国人 特别广东人 什么东西都吃的 会飞会爬 我在香港还吃个 那个水蟑螂的 水干扎的 黑黑的一个 很好吃的 很精彩的 猴子脑也吃过 当然狗肉就更吃过了 我老妈常常就到冬天 就来来来 这个好 这个好 是什么 你先吃才说 我还一吃下去 哇 真的好吃 狗肉 我告诉你 因为很害怕 其实 什么都吃 广东人 我告诉你 你们在深圳 有没有什么都吃 蛇也吃 对不对 冬天要吃蛇来补的 对不对 进补的 什么都吃 对老鼠也吃 我也吃过 但是我告诉你 不是吃这个黑的 是刚刚出生的 没有毛的 白白的 我老妈说 这个好啊 吃下去 还在里面冻的 我告诉你 哎呀那时候傻傻的 都不懂得分辨 也没有抗议 老妈说什么好就吃了 广东人真的什么都吃啊 蛮可怕的 那基督徒怎么办 要不要遵守 这些食物的律法 你发现根本 现在基督徒 不会分说 什么是洁净的 什么不洁净的 基本上 就是印则西伯来说 第九章 食物的 这些律法 已经过去了 所以究竟要 能吃血 还是不能吃血 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把一个的 一个issue 放在大家心里面 去思想 那么 其实 我的领受呢 我是比较 站在保罗书信的角度 但是你要去解释 为什么雅各 圣灵要把今天的智慧 是个雅各 定出今天的一个的规条 这个肉带的血 都不可以吃 为什么雅各 要定这个规条 他的目的 跟本意是什么 这个是很有很有 学问的一件事情 那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也不要拖拖 以后再说 因为当时 你看看史诗学圈十五章 他们面对一个 什么问题 好严重的问题 教会分裂 外办人的教会 跟犹太人的教会 面对一次大的 confrontation 一个大的对视 假如 处理的不好 教会就大分裂 圣灵 为什么把这个智慧 告诉雅各 把这个食物礼仪的 这套法律放进去 但是把那个 隔离的 礼仪律法 除掉 是被重奏轻 懂吗 要保守 犹太人的信徒 不至于 与外办的信徒 分裂 为了要注意到 这些犹太教 背景的信徒 的心里的感觉 为了保持 教会的合一 其实圣灵 给雅各的 这个的 规定 是属于一个 compromising for the purpose of peace 是有一些妥协在里面 其实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为什么 基督教的教会 不能合一 因为没有读懂 使徒行政十五章 大家都坚持 自得己见 其实只要我们 在这吃药的事情上 对吗 可以彼此 将就妥协一点 你就为了 犹太背景的信徒 少吃一块肉 就没事 所以我们去到 广东餐厅 那个 白斩鸡 就不要吃 因为通常都带血 所以假如你碰到 那种学派的信徒 你最好就 不要吃 少吃一块肉 但是可以什么 和好 可以 所以当那些 有零根经历 会讲方言的 你到了福音派的 丁公子妹的聚会里面 你就少讲点方言 就好了嘛 不要老讲方言 让他们受不了 哄哄哄哄的 他搞得他们毛毛的 你何必要去 欧翻他们 对不对 那福音派的信徒 也不要老在那边 骂你们 骂你是零恩派的 讲方言 鬼方言 你要不要去骂他们 对不对 大家都让一步 对不对 那就什么 就合一了 所以其实 十五章 是个很重要的 合一的宪法 合一的宪章 但是我们传统呢 都没有注意 去真正的了解 这段经文 所以在对合一的事情上面 我们都没有进步 都各持己见 隔离派 说一定要隔离 然后外邦人都说 不需要隔离 保罗派就是 假如大家都坚持 某一个重点 都很难 就是give and take 有些地方 你要让 有些地方 你要抓回来 坚持 所以保罗是 对隔离的事情 他抓得很紧 但是呢 他对这个 食物礼仪呢 他什么 让 让其实犹太背景的信徒 得一点什么 一点安慰 最少赢到一点点 所以我们要追求合一 一定要懂这个原则 但是 从真理的角度 这个 所有的律例 献祭的律例 包括食物的礼仪 律法是什么 其实已经过去了 否则今天我们真的很痛苦 还要去守朱鹏解 还要守玉野解 还要去献祭 还要去分 什么是洁净的食物 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 你头都大了 你吃餐饭 你还要去对表 还要算那个calorie 很痛苦 感谢神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都自由了 哈利路亚